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您是否注意到,我们身边受忧郁症困扰的人们已经越来越多, 忧郁症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不得不要关心的议题。 《忧郁症重生之歌》这本书,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资商师爱德华·威尔切所写,中文版由美国基督使者协会出版。 第20章 死亡 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渴望生命。 上帝是生命的创造者,上帝说,生命是一件美好的事,我们默然同意。 你也本能地渴望生命。 如果死亡是个选项,你根本不予理会。 你想都不曾想过死亡的问题。 然而,死亡却近在眼前。 当死亡来临,连你也吓了一跳。 这个念头如此陌生,好像是旁人硬塞在你的脑海中。 当死亡擦身而过,你觉得自己好像是个旁观者。 但时间久了,这些令人震惊的想法却越来越寻常。 对某些人而言,死亡令人厌恶。 但是,对于另一些人而言,这些想法最后竟让人觉得舒坦,甚至觉得这样很自然、美好而又正确。 如果你有忧郁症,你和死亡会有一种既爱又恨的复杂关系。 值得感谢的是,恐惧以及其他环境因素让许多人不致冲动行事。 但恐惧并非持久地拦阻。 在忧郁中,意识的冲动可能超越恐惧。 请多花些时间,对自己的绝望做更深入的思考。 自杀的念头 自杀的念头也许有些道理。 撇开上帝来检验生命,死亡的想法的确很有道理。 传道书的作者看透这一点。 当尼采就各种实际考量而宣判上帝已死时, 他也看到了这层道理。 当上帝已死,生命别无目的,再无未来, 我们也跟着死去。 然而,自杀的念头只看到片面真相。 事实上,自杀的想法坚持可见的部分真相, 能支持他诠释现实的那一部分。 如果你有自杀的念头, 他的逻辑清晰而简单。 但他却是非理性的想法。 你确信自己会有个悲惨的未来, 但你向来都只预言悲剧发生。 而很惨的是,你一直是个不准确的预言家。 你认为死亡是唯一的选项, 可是你忘记自己也有不那么伤痛的时候。 你也忘记自己曾做过一些让痛苦稍可忍受的事情。 你认为如果自己自杀了,没有人会在乎。 但是你却无视于那些曾经试图帮助你的亲友。 而且你知道,自杀后会留下一群哀悼的亲友, 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被改变。 你认为上帝既听不见你的悲伤, 也不在乎你。 但你也相信, 天国是个无忧无痛的乐园。 你认为自己必须解决无解的问题, 但上帝呼召你的课题其实没那么伟大。 上帝的呼召很平凡。 上帝呼召你放眼周遭, 忠于他摆在你面前的人生课题。 然而,你的心思被死亡盘踞。 明知上帝就是生命, 光是这个事实, 就应该让你对自己的理解起疑。 你甚至能从考虑自杀的方法中, 得到不恰当的满足。 但是,尝过地狱的滋味后, 你害怕死亡。 担心死亡会让你的生命 充满地狱的味道。 恐惧笼罩你, 像个观看恐怖电影的孩子一样。 你支住自己的眼睛, 却从指缝间偷窥。 亚历山大Jew 在《齐克果日记》一书中写道, 恐惧是渴望自己所惧怕的事物, 是对厌恶之事的同情。 恐惧是控制一个人的外在力量, 但你无法从中解脱, 虽非所愿, 但却被自己所恐惧的事物吸引。 这种似是而非, 自相矛盾的论调, 不胜枚举。 你觉得自己比任何一个活着的人, 都还要抑郁寡欢。 你身陷痛苦的深渊, 感觉无助, 却毫无反击之力。 然而, 沉溺在自杀的念头中, 是世人自主, 拥有控制权的最高表现。 你跟所有的人的建议唱反调, 继续思索死亡与自杀之道。 你选择个人主义, 自定法律, 随心所欲, 做自己爱做的事, 这听来像偏独立宣言, 只是听来怒气腾腾。 然而, 你所知道的只是, 你再也无法忍受痛苦, 无法再忍受了。 但眼前却没有解脱之日, 你已经受够了, 其他事物都无关紧要。 为什么? 当你身处忧虑中, 你很少挑战自己的思想。 当忧虑症带有自杀的念头时, 你甚至不会挑战这种念头。 然而, 这件事太重要了, 我们不能不做检验。 你想寻死, 因为你无法再忍受这种痛苦了。 但你想过自己的痛苦打哪来吗? 你的痛苦不可能无端而起。 你的痛苦总是这样强烈吗? 还是有高低起伏? 什么事情会让痛苦加剧? 什么事情会让痛苦烧减? 在你最痛苦的时刻, 你忘记自己不是一直这么痛苦的。 你失去过什么让你极端珍惜的东西吗? 什么是你相信自己需要, 却无法拥有的? 从这些问题中, 你会发现什么是自己所信号的。 你害怕面对什么事? 羞耻已经令很多人步入痛苦, 但上帝的赦免能够掩盖罪恶感以及羞耻。 你的痛苦与别人有关吗? 如果有, 圣经中充满请求原谅、饶恕人以及与人和好的指望。 你希望死亡能起什么作用? 你希望死亡能带走痛苦? 还有呢, 死亡是否也是对某人的宣告呢? 你为什么感觉到无能? 你听别人的劝告吗? 他们对你说过些什么, 你又做了些什么? 说真的, 你为什么不想活下去? 上帝是谁? 我们的痛苦和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明显的。 但是, 自杀的念头使两者的关联无可避免。 苦难总是掀起神学问题。 但是, 死亡和自杀让这些问题更显急迫。 死亡是宗教仍旧凌驾别种探讨领域与理论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 死亡代表你将与上帝相遇。 上帝是谁? 你相信上帝听见我们的苦情吗? 你相信上帝大有怜悯吗? 你相信上帝的怜悯长保活跃? 你相信他现在正在动工吗? 你相信他赐恩典给在试炼中忍耐的人吗? 你相信他明白你受苦的点点滴滴, 并且每天赐你足够的恩典吗? 如果你相信这些真理对你会有所不同吗? 你所知道复活后的耶稣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拖住万有吗? 参考希伯来书一章三节 你真的企图了解上帝对你现状的心意吗? 你和谁交谈过? 有人提醒自杀是智举吗? 你读过哪些经文? 你如何为自己祷告? 你了解福音吗? 福音关乎救赎之道,而救赎正是盼望的基础 如果你认为自杀是好的必要的一个选择,你就还不认识上帝 你认为他是简默的神,但他不是 他乐于以各种方式显现自己 他的话语清楚,诉说对你的宽容与慈爱 他呼召你信靠他,并以爱人来表达你对他的信靠 他说他赐你能忍耐的恩典,教导你如何忍耐 也许你从前所听信的话语并非出于上帝 再读读约伯记的结局 参考约伯记38-42章 约伯肉体与心灵都受苦 他比圣经中任何人物和死亡搏斗都更彻底 在这场搏斗中,他平信忍耐 但他也觉得自己对上帝所求比以前更多 他渴望更认识上帝的作为 上帝的回应是 以同情的口吻叙述自己是上帝 他开始质问悦伯 你要如勇士束腰 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 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 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 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 那时,陈兴一同歌唱 上帝的众子也都欢呼 海水冲出,如出胎包 那时,谁将它关闭呢? 是我用彩云当海的衣服 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 为它定界线 有安门和栓说 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 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入 约伯纪38章3到11节 记得要读完上帝所有的问题 这些问题会让你看见一个 更伟大的故事 它们至少能让你的眼光 从你眼前巨大的痛苦中转移 将你指向盼望的尸体 不超过你能忍受的吗? 如果你要寻找答案 约伯纪只是其中的一处 你能找到答案的另一个地方 是上帝的应许 你们所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上帝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格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这是较为人熟知的一个应许 看起来好像是上帝 不安排理出牌 因为严重的忧郁症感觉上 好像超过你所能忍受 因此基于两个原因 好好思考这点很重要 首先这是一个诺大的应许 其次 如果你开始相信 上帝的应许不总是真的 那你可能会开始质疑 上帝的应许在其他地方 也可能有例外 这种质疑会腐蚀信仰 当你再读下去 这些章节再次叙述 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在旷野中的挣扎 大难当头 许多人很快遗弃了上帝 要不就是对上帝发怨言 要不就是转向偶像崇拜 这段经文说到 你也许会经历旷野 然而 当你经历旷野时 圣灵会赐给你力量 让你能不发怨言 规避偶像 上帝的应许是 他绝不会放任 我们在别无选择的处境中 犯罪而直之不理 他会减轻试探的强度 或者赐下恩典 让我们在困境中 仍然能信靠顺服 这个应许代表 忧郁症也无法强迫我们犯罪 这段经文经常会导致 默不在乎与冷漠的回应 这表明了 大家心中都有不理性的成分 从我们的观念来看 上帝所言 我们只愿意听到一件事 希望他把痛苦拿掉 然而 从上帝的观念来看 他所能给我们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让我们觉得 无能为力时 还有力量 心靠顺服 在上帝的心目中 罪的问题比苦难严重 而在我们的心目中 两者的分量却恰好相反 这就是一个起点 把眼前的绝望视为罪 你要不就是仰望 耶稣基督以外的事情 这是罪 要不就是像那些 旷野中的以色列人 说上帝的话语不真实 而这就是不信的罪 上帝不但原谅这些 顶撞他的罪 他还赐你力量 让你在上帝里有盼望 在绝望深渊中 你能否请求上帝 在你的苦难中赐下恩典 让你能够抵抗罪恶 信靠上帝 唯一的慰藉 约伯打开我们的双眼 看见上帝的伟大 而哥林多前书 十章十三节的应许 则开启我们的双眼 看见我们的罪 比我们的苦难 更严重的事实 其他许多经节 也打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抚慰自己百姓的 那位上帝 基督是好牧人 他的同在安慰群羊 他就是呼喊 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的那位 参考以色亚书四十章一节 也是被称为 赐各样安慰的上帝的那位 参考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 这种慰藉从何而来呢 那是靠恳求而来 恳求上帝打开我们的心眼 得见慰藉 慰藉也是靠寻找而来 你可以请求旁人指路 你所寻求的慰藉 可以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到 第一个问题 你在生命与死亡的课题上 唯一的慰藉为何 答案 我的慰藉是 我的肉体与灵魂 生命与死亡 并不属于自己 而是属于我所信仰的救赎者 耶稣基督 他以自己饱血的代价 偿还我一切的罪 让我完全脱离那恶者的掌控 我的慰藉是 上帝保守看顾我 若非我天父的旨意 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 的确 每件事都必须符合他救赎我的目的 因此 借着他的圣灵 他保证永恒的生命 让我从此刻起满心愿意 向他而活 这种安慰 分成两个部分 经由我们对耶稣的认识 经由我们因信仰而属于他的事实 你不属于你自己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格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 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至十九节 而且你们是属基督的 基督又是属上帝的 格林多前书第三章二十三节 如果你自己是雇主 并不在乎自己事业成功或失败 那你就没有工作的理由 偶尔你可能会早起 为了所爱的家人去上上班 但你的心根本不在工作上 然而如果你是一位 接受国王任命的大使 你不会犹豫是否应该起床 你会起床因为肩负使命 你说上帝很容易 就可以找到替代人选 反正他有成千上万的人选 又不缺你一人 你要小心自己的这种想法 要在不宜之处细细省察 因为谎言可能和真理交错在一起 当然上帝呼召众多子民归向自己 而他会完成自己的目的 然而事实是 他拣选人 特别是软弱的人 来完成使命 上帝拣选每个人 却早在天地立基已先 就确定我们的职责 参考以佛所书二章十节 我们的安慰就是 你属上帝 开启重生之路 你愿祈祷自己也能和使徒保罗一样 去活出这首赞美诗吗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 赐各种安慰的上帝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种患难的人 格林多后书一章三到四节 你为什么会想到死亡 当你以自杀的念头为盼望时 上帝对你说了什么 谢谢收听 基督使者协会新媒体事工福音资源 以上是忧郁症重生之歌 本书由美国基督使者协会出版 欢迎打电话8006243504订购 请搜索使者杂志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免费资源 请搜索基督使者协会 关注我们的YouTube和Facebook账号 欢迎大家转载并注明出处 本书文字版权归基督使者协会所有 语音书版权由基督使者协会 与FindVision共同所有 请搜索基督使者协会